五国面临越来越变化多端的气候 使得防洪工作刻不容缓 首将安华今天早上出席另一项活动时就表明 已经指示财政部秘书长拿督左汉马牧 亲自监督国内所有防洪工程进展 确保相关拨款加速发放 尽快施工来减轻来年应对洪灾的压力 首相今天早上在布城 为前往荣佛州进行震灾工作的 公共服务志愿队主持开幕仪式时 也感谢这支由1520名各部门公务员 所组成的队伍 愿意放下繁忙工作 前往重灾区八珠八峡 协助居民清理灾后家园 首相在上个星期已经宣布 将额外拨款1亿5000万令吉 给平平水灾的荣佛州强化防洪设施 尽快递卢 16号 明镜预留 免费 吃 感谢观看